大家好,前中国男主国家队队长张恩华在庆祝48岁生日后因心状问题而过世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张恩华 可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是00后都不太了解 张恩华出生于1973年4月28日 是于2021年4月29日南辽宁大连人 中国前足球运动员 前大连时德队和中国国家队队长 张恩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连时德 以及前生大连万达队度过 是大连时德队主力后卫 是大连夺的联赛七冠王和多次杯赛冠军的主要功臣之一 此后还相继短暂效率过英格兰 格林斯比 天津康斯福和南华 2000年11月至2001年4月 张恩华被租借到英甲当时的第二季联赛 格林斯比队 以出色的投球和极佳的身体素质 在有限的出场中赢得了队友 教练和球迷的认可 1996年又选国家队 为米如蒂洛维奇带领的中国男子军队 征战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成员 在南华战阶后宣布退役 此后张华经常在中国队比赛中担任解说嘉宾 2016年的12月12日张华担任深圳家造业领队兼中方教练 2021年的4月28日张华举办48周岁生日宴会 并邀请好友参加 次日张华因心梗去世 张华的荣誉我们来看一看 1994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代表大连万达俱乐部 夺得甲A联赛冠军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代表大连十德俱乐部 夺得甲A联赛冠军 1997年 代表大连万达俱乐部 夺得超霸杯冠军 2000年 2002年 大连十德俱乐部 夺得超霸杯冠军 1998年 代表大连万达俱乐部 获得亚洲俱乐部杯 亚军 1998年 二月 入选由中国足球世界和新格之一有限公司评选的 1997年 中国足球最佳阵容 1998年 四月 获第十七届亚洲冠军 俱乐部杯 决赛 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2000年 三月 当选中国足球 金球奖 2000年 三月 入选1999年度 中国男子足球最佳阵容 张文华 六岁开始踢球 13岁 先后进入四足球学校 少年队 青年队 国家青年队 国奥队 大连队 国家队 93年 又选国奥队 94年参加首届职业联赛 1996年又选国家队 你对张文华有什么样的了解 欢迎你评论 谢谢